鮭魚菜一百煮意 料理有創意 做菜真容易 緬甸鍋 緬烤箱 聚會人人花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鮭魚野菇炊飯 那這道鮭魚野菇炊飯呢 營養價值非常高 而且我們聚會的時候只要帶一鍋出去 就非常的豐盛 好 洋蔥先放進來 這洋蔥可以讓我們的飯呢 更鮮甜口味 稍微拌炒一下 把我們的洋蔥炒香 辛包菇用絲的 盡量不要用切 它口感會更好 先蓋上鍋蓋 讓它先出水一下 好 那我們的鮭魚 直接醃上鹽巴 鮭魚本身它的油脂就夠豐富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是一個 不沾的方形烤盤 所以完全不用放油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烤鮭魚喔 杏包菇跟洋蔥都炒軟之後 香氣都出來之後 我先盛出來 為什麼要盛出來呢 因為我要把它放在我們的飯的上面 然後它的水分跟我們的米粒 才會淹過它 食材才會淹過 水才會淹過我們的食材 那我們就不會 米粒就不會有關給量 然後不容易熟的問題喔 稍微拌炒一下 它可以吸收剛剛的香氣 那米要炒到什麼時候呢 有一點點黏性就可以了 一樣我們放一點鹽 我今天準備的是三杯米 而且我的米呢 完全都不用泡水 洗乾淨就好 一杯米就一杯水 我們今天有三杯米 就要三杯水 但是因為我們的杏包菇本身會出一點水分 所以我們第三杯的水 我就放八分滿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用一個鍋子 我們不用說再去用電鍋囉 直接把這個鍋子當作炒鍋來使用 我們剛炒好的洋蔥 跟我們杏包菇 菇在我們的上面 蓋上鍋蓋 你看喔 我們等它旁邊鍋蓋有冒煙之後 關到最小火 放到外鍋 關到最小火八分鐘 放到外鍋 我們的野菇炒飯就完成了 那這邊我們的鮭魚 也是開始慢慢的讓它烤 好 八分鐘時間到了 我們就把它放到這個外鍋 再繼續燜煮個十五分鐘 好 我們這道鮭魚野菇炒飯 完成囉 喔 我們要開始燜煮的